今天只能带大家来体验一下牧羊人的一天 我每天都在干什么 我们家邻居的羊也在旁边 我怕这些羊全部跑到一块 跑到一块的话 我们会很难把它们给分开 这个就是我平时骑的马 这个比较轻也比较方便 给马背马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马的配件 有些马它可能会受惊 一般的马都是先要把马龙头 就是水乐给它带上 但是闪电我比较相信它 我直接给它背马鞍子了 哎呀 今天咋吃这么饱呢 这个肚带都拉不上了 二 三 细 细肚子 闪电 平时像我们牧区的女孩子 就拉肚带呀 背马鞍子呀 都是力气活儿 所以我们牧区的女孩子力气比较大 如果你要是想起牧区的女孩子的话 你得考虑一下 万一以后打架了 这牧区的女孩子一拳就把你给打倒了 哈哈哈 开玩笑的啊 哈的 哈 哈 哎 真棒 闪电是陪伴了我五年的马 我的第一条视频也是骑在闪电身上火的 拍视频呀 宣传家乡的视频呀 每一条视频里面都有我和闪电的身影 她是我最好的伙伴 走了 羊在那边 我去找羊了 太冷了 你看我刚刚没戴手套 手有点冻 如果你们要选择到我们牧区这边来 过这种牧区生活的话 首先你得有一个 我这样的羊皮大衣 看到了没 你得有一个这样自驱的交通工具 然后你放羊呀 找羊呀 干啥活儿楼方便 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登登登登 像前两年我们巴里昆都不下雪 然后羊每天下午 羊自己就回去了 现在 像今年我们家的羊都是 就是雪下的比较多雨下的比较多 羊就不回家了 现在都每天得自己去找羊 你怎么了 下雨了下雪了 你也草吃多了 也开心的很是不是 之前我们都给家里面的羊 喂的草料呀 青草呀什么的 你看像现在下雪了 草就慢慢从这个土里面长出来了 好呀 现在羊就天天追着那个草就吃的呢 天天就不回来 每天就往外面跑的呢 如果今年再不下雨 再不下雪的话 今年冬天我们牧民 可能羊都养不活了 之前我父母还在想 今年的羊怎么办呢 如果这个今年再不下雨 再不下雪草长不出来 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还得买草料 往年买的都是几万块钱 如果今年再不下雨下雪的话 可能就得买将近十几万的这个草料 让牛羊过冬 太好了 希望再下一点雨 看这边感觉还要下雨 现在时间还早 我先回家挤牛奶 羊等一下不回来了 我再骑上马去把羊摇回来 先干别的活儿 走 闪电 先把他的乳头给他洗一下 我们现在托成羊 我们现在托成羊 干多了 下了这个油吗 看火 小龙 我妈说 妈妈 你妈 怎么回来了 你才回来了 我妈妈 envoy 我妈妈找羊上去了 怎么回来了 怎么回来了 我妈妈拿牙子 到我 我香港也不去了 你老婆子跑到了吗 你老婆子跑到了吗 停 你 羊找回来了 回来了 有几个羊跑到山顶上了 有几个羊在那个 那边那个下面 我妈到下面去找羊了 我到山上找羊了 看我的手快冻僵了 虽然冷 但是下雨了 对我们牧民来说真的太好了 上一年冬天我们买的草料 特别特别的多 今年雨下的多 夏天草长的多 到秋天打草的时候 草野就长的多了 草料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对我们牧民农民都特别好 我到家里面暖一会儿太冷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 欢迎敲响小铃铛 感谢你们支持 谢谢大家